我这个把这个降低嘛 我先降低 降低 降低300个单位吧 我先把那个B2降低300个单位 这里降低300个单位嘛 4037嘛 三头 三头一起把它调一下 这B2二头的底座 三头的底座高度 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零位不一样嘛 你装机的时候装都不一样嘛 那不可能装的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的零位不同嘛 有一点点差异的 再装一点 要打一点 顶多了 前面顶多了 没有压下去 要太少了 不好整啊 我都不敢试 这些问题 你那个 我准备是我先把那个打顺了 我用其他料打顺了 再来试这个料 嗯 像这种问题的话 不是了 也知道了 他现在料就剩这么点了 就这么点啊 总共就这么点啊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相同相同规格的吗 我们没有这个料 这个料好像是海外没有的这个吧 你是不是不要动吗 没有 啊 关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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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了 这个怕它 怕它 怕它 断掉了 正常的这些都是鸡转要过来 来 我看你调零 还有 哦 师傅 我有个想法 就是你不能量一下它那个突出来多少的高度 然后我在上面直接调吗 对 难道我就是说它它现在顶出来高度有那么高 你那个板的高度吗 这 这 这量 这量不了了 我现在我还没还不是很理解你那个胶套的作用 你演示一遍 我看你 拖住这个板啊 我用胶套 我底膜不要碰它 我的底膜一碰它就弯脚了 你知道吧 我的底膜是在弯脚了嘛 我底膜一碰就弯脚了嘛 我底膜一碰就弯脚了嘛 弯脚的头就插不下去了嘛 顶着了 所以说现在就会 是造成这种浮高的情况吗 对 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浮高了 对啊 浮高就是因为我底膜上下已经顶住了嘛 压到那个料了嘛 那我现在就是说加个套就是寻空了嘛 把底膜寻空了嘛 对吧 那我加了个套就抬高了整个底座了嘛 但是我又刚才改了参数 把整个底座降下去一点嘛 嗯 这个效果